红酒曼顿和牛夹还有布里欧海陆双宝 民众一边品尝梦幻五星级饭店美食 还可以一边欣赏台北市的城市美景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与双城观光巴士业者合作 打造全台首辆双城餐车 要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视觉与味觉的双重饗宴 那双城的餐车不只是说 能够让台北市最精华的 包括像我们的整个心意商圈东区 在整个区域绕行的这个路段 其实就是我们2023年要办台湾灯会的路段 所以非常精彩 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观赏到城市之美 建筑之美 再加上我们可以述说台北的故事 不同于以往红色的双城观光巴士 业者重金打造黑色车体外观 高度较一般观巴高20公分 并且安排专人送餐 让搭乘用餐的旅客享受优质的服务 而未来也将搭配大型活动一同规划出不同的主题 这一台双城餐车在去年就已经准备好要上路了 那因为几次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一直把它实陈上做个延后 那今年原本是原本在上半年要做公布 那也因为五月内部疫情的关系 那一直到现在这个时节 刚刚辅佐也讲到了 我想接着下来的台北灯节 还有跨年活动 明年如果疫苗的施打率高的话 边境开放还会有更多的国际观看来 我想在这个时候启动并不是因为搭乘人数的关系 而是在时间上我们也搭配大型活动来做一个公布跟发布 台北市双城餐车路线以新一区及大安区为主 沿途将行经台北市多个著名景点 上路初期业者还推出两人同行九折 以及四人同行一人半价的优惠 要吸引民众搭乘体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